好 第二我们刚才说过了 是不是先把这个直线设出来 注意 用什么设直线 点斜式 知道了好用了吧 好 点斜式设直线之后呢 点斜式设直线然后代入吧 那注意 那设这条直线的时候 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 是不是要注意它的斜率是否存在 好 我们先来判断一下 如果斜率不存在 不能那么写 应该叫K不存在 那这条直线是不是就是X为2 相切吗 相切 但是不在第一向线相切 是这样吗 所以不符合体系 所以只有K存在 K存在Y-1等于K被X-2 好 下面就进入了这个口算的技巧 这里有几个技巧 大家一定要注意的 就是第一个口算技巧 就是大部分的多项式都是用口算的 比如说这个题 首先我要把直线整理成两项 一定要记住 怎么整理成两项 KX怎么样 加上1-2K 能理解吧 有人说这个括号干嘛要加 这个括号一定要加 能理解吗 这个括号一定要加 谁不加谁后悔 你一定要记住这个直线只有两项 一项是依次项 一项是长处项 不管它里边有多少东西 全部加上括号 然后是把直线由带入圆缀曲线 然后就得到了四分之X方 加上三分之KX加1-2K的平方 等于 数到那么一个式子 来口算一下 这个式子展开之后有几项 五项 五项对吧 合并完同类项之后还剩几项 合并完同类项剩几项 为什么是三项 我没有问这道题对不对 我问的是一个一般情况 哪三项 二字项 一字项 常数项 OK 请问二字项系数是多少 口算 干嘛要乘以12 二字项系数是多少 四分之一加三分之K方X方 一字项系数是多少 加上三分之2K1-2KX 是这样吗 你看你们口算不都挺强的吗 干嘛不用呢 常数项是多少 三分之一减2K的平方 减一等于零 展开完毕 对吧 然后算Data Data等于什么呢 等于九分之四K方 一减2K的平方 减去四倍的四分之一加三分之K方 乘以三分之一减2K的平方减一 对吧 看到这个是这种想死的感觉 对吧 刚才我讲的第一个技巧 以后你就不觉得麻烦了 刚才我讲的第一个技巧 就是凡事都要用口算 对于多项式来说 像这样的多项式的展开 应该怎么口算 先看它有几项 然后一项一项展开 你们现在还没有感觉 所以我说这个你们没有同感 你知道吗 就是很多人做圆椎曲线是拿出一大张草稿纸 然后开始写 写完之后 哎呀写错了 揉了就扔了 因为你们刚做的第一道题 所以你们没有同感 这给高三的学生讲 他们是拍着桌子表示赞同的 很多人做到圆椎曲线 做形式字题 随便在边边角上就打了草稿了 做到圆椎曲线 就拿出一张大的A4纸 害怕呀 你知道吗 所以这种题不要那么感 不要直接咔咔一下就把括号展开 有人说你这里括号不都没展开吗 注意 这是不是就作为来说这是一个整体 这是一项对不对 不好意思我看到的就是一项 我没有看到它需要展开 明白这个意思吗 就我只看到了一项 就像你现在有没有看到一个球啊 你看到的就说明你看到它就是一项 理解我说的意思吧 刚才说的是第一个技巧 就是多项式展开的技巧 然后我今天这部分课的内容 我记得是有一个学生把课程 盗版到优库上去了 所以你们在优库上搜 应该是能搜到的 就关于讲那个 就是管这个 不记得不用查找 这个讲圆椎曲线 就算技巧了 所以如果你今天没听明白 或者是说你没记下来 你可以自己去找 所以你们就别记了 听就行了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我只是听别人说的 好然后看那个 下面我们来讲第二个技巧 这个技巧是至关重要的 这个里面展开有几项 这是两项 这是两项吧 有些就明明 两项成两项是四项吧 对吧 OK 请大家记录第二个技巧 就只要你严格的按照 之前我这样去做的 对吧 第二个技巧就是 这四项中 必然有一项会和它消掉的 不是没有四次项的问题 这里只有四项 这里有四项 这四项一定会有一项和它消掉 你能看出是哪一项吗 所以它等于什么呢 注意看 这个因为这两项和它消掉了 是不是这个就不用看了 所以后面还剩三项 而且我可以把四 是不是就放在外面 根本就不成命去 你看到吗 然后负的负一是不是 这两个成是不是得一了 一和这两项成有消掉吗 没有消掉吧 所以我就可以超一遍 四分之一加三分之k方 这样三项中的两项就展开完了 能看到这个展开方式吗 那还有一项是谁和谁成的 是不是这两个成的 所以这个负号是不是得放进去了 减去十二分之 二k减一的平方 这个式子等于零 于是口算就可以解到k了 能理解了吗 口算一下 二次项系数 你看我还是这么展开的 这个是不是个二次项是 这是三分之k方 这个里边呢 负的十二分之四 是不是也是三分之k方 所以二次项没了 一次项系数呢 一次项系数 你是不是只有这里有一次项 上面是负四吧 负四这样是不是变成正四 正四除以十二呢 三分之k方四倍的三分之k 没有反了 不好意思 长数项呢 这里是不是有十二分之一 负的 四分之一减十二分之一 六分之一加六分之一 所以k等于负二分之一 就讲了 讲了两个技巧了 回顾一下哪两个技巧 这两个技巧是第一文和第二文要掌握的 你们会觉得这个 这个我讲完是这样的 就是说整个的圆椎曲线呢 就是把直线 你发现圆椎曲线的题 其实我们虽然只做了一道题 但是我可以先给你讲 就是说它大概的思路可能都是这样的 就是把直线带到圆椎曲线里 然后这样是不是多半会整理出一个一万二次方程 然后一万二次方程是不是就有 达尔有伟达定理 对吧 然后再想办法把题目的条件用伟达定理给它转出来 然后再把它往里带 是不是就能解出来了 你们能听得懂这个思路吗 觉得是不是大概就是 这道题第三文是不是大概就是这么个思路 对吧 所以说整个的如果是这一套思路的话 那么整个计算你看到没 全都是口算的 这即使试卷又是掏高纸 没什么问题 对吧 能看懂了吗 所以这是第二文 马上就算出来了 然后你们有兴趣听第三文吗 这个和这个销不掉 不可能 它百分之百是能销掉的 无论是椭圆还是双矩线 只要你这里没有合并同类项 就这是两项 这是两项 它一定是可以销掉的 然后于是算出k等于负二分之一之后 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想通知吗 你注意看啊 下面还有很多口算的技巧呢 你们都不听了 这个k等于负二分之一 是不是这个方程就相当于 可以算出那个点的坐标了 这个方程的唯一的根 是不是就是那个切点 这个方程的根是多少呢 是不是负的二a分之b 因为当k等于负二分之一的时候 达肯定能有点 对吧 所以你只要把这个方程的根 算出来就行了 能理解吧 去解这个 就是我的意思就是去解那个k的 就解这个m坐标的时候 最后解决m是一二分之三 这个我就不说了啊 OK 第三问 第三问 同学们注意看 我是不是相当于 现在要做一个什么事呢 现在我有一个这样的式子要做 对不对 好 为了方便起见 我就不给你们想听计算 特别特别复杂的 还是想听计算一般复杂的 一般复杂的 这样复杂别的复杂的 可以 OK 那正好特别特别复杂 我们就可以讲一下思路了 首先这个式子你们都懂了 这个式子都理解吗 没问题吧 所以你看我把这个式子先展开一下 得到什么呢 得到 x1x2加上y1y2减去2倍的 x1加x2减去y1y2加5 是不是应该等于pm的平方 pm平方是多少呢 算出来1加四分之一 应该是四分之五 所以我现在就可以说一句话 就是说x1加x1 x1乘x2 y1加y2 y1乘y2 通通都可以用谁来表示 通通都可以用k来表示 是这样吗 因为它都可以用维达粒粒 写成一个形式 所以说把这个方程 所有的东西都用k带进去 把k解出来 这个题就做完了 对吧 就是这么做了 所以说圆里取形的思路就是这么简单 好那下面我们来看看 实际上应该怎么干这个事 这个事还挺复杂的 你们既然想听特别复杂的呢 我们就从头开始慢慢来给你们讲 特别复杂的 首先我设这条直线 是不是和我刚才设这条直线是一样的 我不用再设了对不对 只不过到哪不能再用了呢 就是相当于我把这一块擦掉 是不是就可以了 能看懂这个意思吗 是这样吧 于是我设出了PAB这条直线 全都写在这了 就方程式在这了对吧 于是你发现哪些量就已知了 X1加X2是不是就有了 X1乘X2是不是也有了 就在这个方程里不都有了吗 是这样吗 那还缺什么 Y1加Y2和Y1乘Y2 OK 那请问Y1加Y2怎么写 我先写前面的吧 X1加X2等于什么呢 等于负的4分之1加3分之K方分之3分之2K乘1-2K X1乘X2等于4分之1加3分之K方分之3分之1-2K的平方减1 这是我两个这样两个字 你们有没有看到很不爽 好 现在问题是这个还不关键对吧 这个问题你可以待会慢慢的体会 我们先来看后边呢 就是Y1加Y2这个事怎么处理 比如说我重新带一遍 我再把X削了把Y点 那是不是更麻烦了 你想想我们有什么武器可以解决Y的问题啊 我是不是有一条直线啊 所以注意看 Y1是不是等于KX1加这个 Y2呢 KX2加这个 所以Y1加Y2等于什么 是不是K倍的X1加X2加上1-2K 于是就有人很兴奋的把这个东西就往里带了 对吧 这是第四个技巧 叫不要着急 对吧 不见棺材不掉类 棺材在哪 类是什么呢 待会再说 这样四个技巧就都告诉你们 那乘怎么乘啊 能口算吗 我写在这边 我估计你们第一次做 可能口算能力还有限 KX1加1-2K 乘上KX2加1-2K 是这样吗 来那你们来口算一下 Y1乘Y2等什么 K方什么 RX1RX2加什么 是不是K乘1-2KX1 K乘1-2KRX2 所以是K乘1-2KRX1加RX2 再加上1-2K的平方 是这样吗 好 有人说 那我把这两个带进去 是不是就全算出来了 这样做太麻烦了 是这样吗 所以注意看 大家再看这个式子 你这样想 我把Y1加Y2 是不是可以带进去 我把Y1乘Y2 是不是也可以带进去 好 有个非常非常难的问题 这个问题很多高端学生都不会的 带完之后剩几项 就这有个式子 我写在这对不对 就这两个我还先没带 把这两个式子带进去之后 剩几项 为什么是三项 非常好 懂了这个 你就知道什么叫 不见棺材不着泪了 你没有见到一个 只含有三项 它们分别叫RX1乘X2 RX1加X2和常数 在你没有见到这样一个 一个叫我们管它叫做终极式 对吧 就你没有见到一个 三项的式子之前 这些东西都是浮云 就打死也不要往里带 所有的带入 就我说的最直白的一个道理 待会你们就知道了 两点之间怎么走最短 如果 离直线最短吗 线段最短对吧 好 如果一个计算 是不是最直接的是最短的 好 我现在告诉你 开头是这个样子的 比如说是一个比较简单的形式 结尾也是一个比较简单的形式 能理解吗 那么如果你中间通风了 那么我就可以得到一个结论 你中间必然是怎么样 走完路了 因为你肯定又约粉了 是这样吗 如果你把这个东西盲目的往里带 那我就告诉你 我们是先合并同类像再带 你是先带入了又合并了同类像 对吧 很多该销的东西可能在你那 是先加上去了又减掉了 而你知道 你们没学过概率 学过概率你们就知道了 你每多一个过程 你错误的概率就增加了 假设你每一步有99%的概率做对 如果这套题只有一步 你是不是有99%的概率做对 如果这套题有两步呢 你是不是两步都做对 你才能做对 所以你只有0.99的平方 这么大的概率了 对吧 如果这套题你本来应该是一个三步的题 所以你的正确是0.99的三次方 结果你自己给它搞了30步 就是约峰又同峰 约峰又同峰 对吧 那么你的正确率变成多少呢 就变成0.99的三十次方 根据邓阳老师的理论 0.99的X四次方是个单调 D减函数 是这样吗 是这样吗 0到1之间 所以 这种计算 能不要带入就不要带入 能不通风就不通风 有人说不通风 我实在 我幼小的心灵受不了这样的创伤 怎么办呢 对吧 你就忍吧 OK 那我们继续来看 来口算一下 既然我们都知道是三项了 所以我们看这个式子 请大家盯住这个式子看 X1乘X2的系数是多少 这里是不是有1 这里有K方 这里肯定没有 这里有X1乘X2吗 就这一项里有X1乘X2吗 没有 这一项也没有吧 所以是1加K方X1X2 X1加X2的系数 这里是不是肯定没有 这里有X1加X2吗 K乘1-2K 同志们能看懂这种口算的技巧吗 不要抄 不要抄 网上都找到视频了 你还抄啥 这一项有X1加X2吗 有 是多少 负2 这一项有X1加X2吗 有 是多少 K 但这里有个负的 是不是 负K 后面那个5肯定没有 X1加X3 是这样吗 再看一遍长数项 这一项里 这两项里是不会有长数项的 对吧 因为这是基本量 这一项里有长数项吗 多少 1-2K的平方 这一项里有长数项吗 Y1加Y2里有长数项吗 有1-2K吧 但那是负的 所以减去 不 不是是二倍的 不好意思 二倍的一键二排 那前面是不是又有一个地方搞错了 没有 其他地方没错 其他地方没错吧 没错 OK 是这样吧 然后呢 还有长数项吗 这一项过完了吗 过完了 我看是不是哪个地方搞错了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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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后面是不是还有加5 对吧 那边等于四分主 还没倒带的时候呢 你看这个式子是不是还没化减完呢 所以我们化减一下 1加K方RX1RX2 这个里面是什么 看一眼 这是不是有加K 这是不是有减K 没了吧 -2K方-2 减去两倍的1加K方RX1加RX3 是这样吗 那这个呢 是不是A方-2A加1啊 所以这个A方-2A加1的话 应该是1-2K再减1吧 所以是不是就4K方 后面还剩几啊 剩4 所以加上4倍的1加K方 等于四分之五 你惊奇地发现 竟然有个供应式可以提 真是太变态了 其实为什么有供应式可以提呢 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 就得到什么呢 1加K方 注意看啊 RX1RX2-2倍的RX1加RX2加4 等于四分之五 是不是得这么个式子 对吧 有人说为什么会有个1加K方 可以提出来呢 数学上没什么偶然事件 对吧 看一把 注意看 A点是不是RX1Y1 B点是不是RX1Y2 好 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AP的距离 是不是就是 那个A 就PA点乘PB 因为它在同一条直线上 是不是就是PA乘PB乘 对啊 乘cos0吗 那PA乘怎么算 还记得我们讲 第一节课给大家讲过 两点距离公式怎么算 根号1加K方乘RX1-2 就R-X1 PB怎么算 根号1加K方RX2-2 所以PA乘PB的长度 是不是就是把两个根号一乘 就变成1加K方 括号RX1-2乘RX2-2 不就成这个样子了 这就是那个不符合的 对的 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有人说 哎呀我没想到怎么办呀 就这么做好了 我想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对吧 没有想到就没有想到了 无所谓 反正做到这一步了 对吧 就你在高考里 我没有能力 让你在高考里 给你什么点化一下 让你迅速的找到一个 最简洁的方法 我只能告诉你 就这样做是能做的 对吧 这个式子叫终极式了吧 三项嘛 一项两项三项 这是个系数 对吧 我还提出来了 所以下面就开始代入了 你看啊 1加K方 你们想看个不复杂的 想看个不酷的代入 还是想看一个很酷的代入呢 不酷的 好 好看不酷的啊 往里带 RX1乘RX2 减去 二倍的RX1加RX2 四分之一加三分之K方 然后上面是不是有个负号 所以把这里感成正的 这能看懂吗 对吧 然后是三分之 这有个四吧 就是个二 所以上面还有个二变成四 一减二K 其实这个代入你们都会的 再加四等于四分之五 是这样吧 然后去封母 你看这个时候 是不是就我们想到要去封母了 对吧 到最后一步 你注意 如果你去封母之后 你注意看 这个封母是不是整体就搬过来了 这道题还不算运气呢 这边是四分之五 如果这边是零呢 是不是你乘过来就全没了 所以你通风之后 你乘过来它也是没了 你解我说的意思吗 就我刚才说了 两点之间线段最短 你凡是 这个东西我什么处理都没做 是不是 所以它乘过来是什么 就是什么 它可能会没有了 就如果这是零 是不是没了 对吧 那无所谓了 但如果我做了事呢 乘过来也没了 那我就告诉你 这是你白做了 白做就白做了 耽误你计算时间 降低效率 高考就120分钟 就两小时 对啊 高考就120分钟 你想这一道题 如果就要站着你20分钟 你不要想看从 这道就是 经过我讲完技巧之后 大部分学生的时间 能从18分钟左右 降低到12分钟左右 你不要小看这六分钟 这六分钟 就能让你把全的题 可能能过一倍 对吧 就是就这六分钟 还是很重要的一个时间 那我们来看 把它乘过去 你看这个中国号里 是不是就变成了 三分之一减二k的平方减一 加上三分之四k 一减二k 然后再加上注意 四倍的 是不是这个分母 要乘进来的 叫什么 四分之一 加三分之k方 是不是得这个 右边等于四分之五倍的 四分之一 加三分之k方 来口算一下 中国号那个里面最复杂 中国号里面的这个 是个几次几项时 二次三项时 OK来口算一下情况 我们二次项系数是多少 三分之四 负的三分之八 正的三分之四 没了 OK 一次项 负三分之四 正三分之四 没了 长数项 三分之一 减一 加一 剩多少 剩下的事情 你爱怎么算怎么算 跟我没什么关系 是谁啊 对 这也算是八个 对 这是八个 就是八个 就是八个 负二分之一 我又不讲了 这个细节 负二分之一 是不是刚才那条切线 肯定要舍弃 因为它有两个焦点 对吧 所以算出k等二分之一 所以k等二分之一的时候 有两个 两个解 就完事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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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